Hello大家好 那今天在我新买的这一堆绿枝前面给大家拍视频 主题呢就是 女人到中年要拒绝做黄脸婆 那以前的女人呢结了婚以后到了三四十岁呢 就很容易被别人叫做黄脸婆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讨厌这三个字 所以呢我要努力不做黄脸婆 那其实我做事都会先找到原因 然后去对阵瞎咬 其实脸的暗黄暗沉也是一样的 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找到原因 根据这个原因去找到解决它的方法 就会改善了 那么其中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油脂分泌造成的暗沉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的脸部油脂分泌之后呢 它遇到空气是会氧化的 那氧化会变色 它就会造成我们皮肤看上去是 有暗沉和暗黄的 如果你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皮肤呢 其实我是建议你使用卸妆油或者卸妆膏来清洁 因为油溶解油的特性 可以把你的脸上的油脂更彻底的分解掉 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呢 是这个植春秀的卸妆膏 这个是琥珀卸妆膏的一个中样 还有这个是朵凡啊 Duffin的这个院装的花梨木卸妆膏 这一大罐真的太精用了 这一罐是我让法国的朋友当时帮我代购的 卸妆膏同样也是含油分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对卸除你脸上的彩妆啊 包括你分泌的油脂啊 都是有比较好的作用 另外呢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尤其是我们中年妇女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是需要做菜做饭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厨房的油烟是皮肤的一大杀手 油烟呢含有爆表值400倍的PM2.5的浓度 以及高浓度的自由肌 大家想一想啊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兆头前面忙碌的 特别容易衰老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呢我建议看我视频的太太 如果你在家里做饭的话 每次你做完做完饭之后 一定一定记得要用清水把脸洗一遍 其实用洗面打并不是必要的 你用清水加上毛巾 把你的整个脸冲洗一遍 把做饭时的油烟冲洗掉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是皮肤干燥引起的暗沉 因为含水量丰富的皮肤啊 它的表皮细胞会充分的伸展 肌理呢是很平整的 但你的皮肤看起来就会很光滑 很白皙很水嫩 那如果你的皮肤是很干燥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皮肤的含水量是下降的 那干燥还会引起皮肤的干扁 那你的皮肤看起来就会基底不平整 光的反射就会不均匀 那看起来就是会显得暗沉和暗黄 所以呢我们熟灵机是尤其要注意保湿的 我用的还是自家品牌又盐 又盐呢是我跟我的皮肤科医生朋友 我们共同一起创立的这个品牌 365水光精华液 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精华液 它的保湿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我都说了我愿意叫它是可以涂抹的水光针 那它含着多种分子的玻尿酸呢 可以深入到皮肤 从里面开始给你的皮肤保湿 让你的皮肤从内而外蜂蝇起来 第三种呢是皮肤角质层堆积造成的暗沉 那正常的皮肤表皮细胞是会代谢脱落的 但是呢有很多人 它的皮肤屏障出现了问题 它的皮肤角质细胞 表皮细胞没有办法去正常的代谢和脱落 那就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皮肤的表面 皮肤呢就会因此失去光泽变得暗沉 那适当去角质是比较必要的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过度 我自己有用这个日本的品牌 iTrim的 它是POLA旗下的一个牌子 它家的这个去角质膏 我非常喜欢它的质感 和它的味道像果酱一样 而且它非常温和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适当的去使用一些酸类的精华液 但是如果你的屏障本身是不健康的话 那你一定要慎重 先把皮肤屏障养好以后 再去做这些刷酸啊去角质的动作 第四种呢就是皮肤糖化造成的暗沉 糖化反应呢是导致肌肤老化松弛 皱纹暗黄的圆胸之一 外用抗糖的护肤品呢 我认为是比较必要的 那我自己用的是还是我们幼颜的基态抗糖面霜 那这一款面霜里面呢就是含基态这个成分 基态这个成分呢被称为液体超声刀 它是一个抗糖化的神器 它可以减少皮肤细胞被糖化造成的损伤 而且还可以保护那些正常的健康的细胞不被糖化 恢复我们皮肤的弹性和柔白 那这一款面霜里面呢还附配了像烟纤胺啊 泡米发酵产物绿叶这样的成分 帮助我们皮肤可以更好的去去除暗黄去除黄气 整体均匀亮白看起来呢就是白嫩了 坚持用它素颜就可以出结 第五种呢肌肤循环不良也会造成暗沉的 那解决它的方法呢 第一个就是坚持一定量的运动 那我们之初会发现运动完之后呢皮肤就很有光泽 然后呢就微微发红 那这个是皮肤血液循环加快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你不想运动的话 其实面部刮痧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用的刮痧板呢是这块日本IULA的陶瓷刮痧板 我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刮痧呢我们需要有介质对不对 我自己用的是精华油 像这个是15元素的白玫瑰精华油啊 然后这个英国很小众的Votary的超级种的精华油 这个很难买就不跟大家推荐了 然后这一款是也是英国的一个方疗品牌 Aspad的精华油 那这些精华油呢我就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需要去搭配 注意刮痧千万不要过度 只要很轻的给大家示范 只要很轻的这样划过你的皮肤 等你的皮肤微微发热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了 除了这三款精油呢 再跟大家分享两款我自己挺喜欢的精油 这是啃圆的巨人魔杖和陆女魔杖 因为这个精华油呢量比较小 就是正装也只有10毫升 所以呢我会跟大家搭配我的面霜使用 加一滴到两滴到面霜里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润保湿的作用 像啃圆的陆女魔杖 它本身就还有整体提亮美白肌肤的作用 那跟这个面霜来搭配呢 我觉得就是1加1大于2的作用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自由基给我们皮肤造成的老化而引起的暗沉 为了对抗自由基呢 大家可以使用含维生素C的护肤品 比如说像这个是Asob的成因精华液 这个是裴里康医生的织化VC精华液 这两款精华呢都含很丰富的VC 那它们的优点呢都是它们都很温和 那除了以上这些呢 大家白天还要注意防晒 因为光老化也是造成我们皮肤衰老 造成我们皮肤暗沉变黄变黑的元凶之一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